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器 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是一支不如使命不负重托的人民军队 这是一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的人民军队 沿着漫漫长征的英雄足迹 披着微微太行的烽火硝烟 踏着滚滚长江的汹涌波涛 穿过战争与和平的争戎岁月 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光荣使命 人民军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 雷霆万军之力 阔步走来 雷霆万军之力 军旗是荣誉的象征 是胜利的标志 护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这支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部队 代表国家执行了三千多次仪仗私礼任务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风采与共和国的荣耀 陆军学员方队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组成 我军院校建设历经82年探索发展 形成了独具一格行之有效的新型教育格局 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步兵方队由某集团军红一师组成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部队 我国陆军已发展成由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电子对抗兵 航空兵等组成的现代化陆军 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 努力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能力 特种兵方队是第一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 国军特种作战力量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 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 面对新的形式和任务 特种部队严格教育训练 全面提高战斗力 成为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拳头和尖刀部队 由大连舰艇学院组成的海军学员方队 曾参加过历次国庆首都阅兵 经过六十年建设 原民海军已经发展成为 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和陆战力量等组成的综合性军种 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 加快提高战略威慎、远海机动和近海综合作战能力 潜白的浪花、奔放的情怀 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水兵方队 是最年轻的兽月方队 平均年龄只有18岁 他们满怀豪情 向新中国六十华旦献上青春的祝福 中国水兵在新世纪航程上 意气风发、破浪、涌进 阔步走来的海军陆战队方队 由海军某陆战旅组成 被誉为两栖利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 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 在保卫海江安全、维护海洋权益 支援岛屿作战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英姿勃发的空军飞行学员方队 由空军航空大学编程 人民空军历经六十年建设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航空兵、地面防空兵、空降兵、雷达兵、电子对抗兵等综合性军种 按照空天一体、空防兼备的战略要求 不断提高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和空降作战能力 激情的天空、失忆的散群 由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飞舞走来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汶川大地震中 人民空降兵在五千米高空的舍身一跳 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展现了新一代工匠兵履行使命的无限赤城 第二炮兵学员方队迫步走来 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按照核长兼备、有效射战的战略要求 不断加强战略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 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战略导弹是国家配件 战略导弹部队就是以天执剑的英雄 英姿萨爽的三军女兵 分别来自第四军医大学 北京军区、海军和空军部队 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光荣一员 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 在强险救灾的队伍里 在高山豪岛的第一线 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中国女兵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 书写着绚丽的篇章 武警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组成 武警部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在警卫执勤少岗 在应急处徒现场 在抢险救灾一线 武警官兵用对党 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 为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 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 预备役方队由北京预备役高炮师组成 预备役部队以现役军人为骨盖 预备役官兵为基础组成 我国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 实现了与现役部队建设紧密结合 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发展成为由陆军 海军 空军和第二炮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重要后备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